我们来继续看 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这个转出多交增值税和转出未交增值税 说的都是那个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里的专栏转出 你比如说在月末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肖像大于近象 按说你应该把这肖像交了税 假如现在你交不了税 交不了税的话你属于未交增值税 你就把这个贷方的余额转到应交税费的未交增值税里去 那么在转怎么转呢 我们是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转出未交增值税 代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如果是你多交了呢 多交的话你相当于是欲交了 所以他在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的借方 所以你转出多交增值税时 你是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代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括号 转出多交增值税 人生老师我怎么看得像绕口令呢 没关系咱看一下啊 说月度中了结束时 其应当的当月应交未交或者多交的增值税 则应交增值税的明细科目转入未交增值税 总之别管是多交还是没交转哪去 都转未交增值税 那么你要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还有个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如果是未交增值税的代方 那是将来的应交增值税 如果是未交增值税的借方呢 那是说明你现在欲交了增值税啊 那咱们具体来看一下啊 对于当月应交未交的 这不就是那欠税吗 当月应交未交 你就是转到哪去 你将来也得交啊 所以呢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转出未交增值税 代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转出了未交增值税 这不是未交的吗 转出了然后代记是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哎 这个应交税费的未交增值税在代方 表示就是你形成了欠税 啊 这是你欠归欠 但你不能以着欠着 你将来要交的啊 那么第二种情况 对于当月多交的增值税呢 大家一听就知道多交了 那也不能让你白多交了啊 多交了那就算你欲交了吧 要算你欲交的话 咱是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应交税费的未交增值税 如果在代方说明是欠税 如果是在借方说明是欲交的 啊 那么代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你把多交的增值税转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的借方来说明它是一种欲交啊 好 我们再看 等到交纳增值税时 我们就分为两种情况了 一种情况是 你当月交的税就是你当月应交的增值税 如果当月把当月应交的增值税交了的话 你会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已交税金 当然如果是小工夫那是人的话 就没有这已交税金了 就直接是应交税费的应交增值税 代记银行存款 所以说你当月交税的时候那分路 如果是借方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括号已交税金 那说明把你应交的税就交了呗 但你要交欠税呢 没交之前那个欠税是转到了 应交税费的未交增值税的贷方 还记得吧 你要交欠税时呢 一定是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代记银行存款 你来看 交纳以前期间未交增值税的 就是那欠税 企业交纳以前期间未交增值税的 我们是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代记银行存款 然后老师你不是说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是欲缴吗 欲缴那是说多交的时候是欲缴 如果是你欠缴 将来你交的时候不是欲缴 是把你欠的税交上 他同样也走的是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 好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对这个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应该有个理解了 这个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这个二级科目啊 它的用途很大 它在月末的时候 最后把你多交的增值税 转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来 算作欲缴 把你该交未交的欠税 转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代方来 这个将来再交 等到将来真正交的时候 交当期应交税金是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括号 以交税金 如果是交上年欠税的 我们是借记的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这些内容大家多说一说 相信你也就能把它理解和掌握 它也没有什么难的 好吧 我们来看 欲交增值税的 欲交增值税就提前交呗 所以欲交增值税是借记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 你说老师不对 刚才你说的那个应交税费的 未交增值税费 不也是欲交增值税吗 没错 我是说在月末时 你把多交的那部分 转到了应交增值税的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 相当于是欲交 你说那老师这矛盾 那你欲交时 为什么不直接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而是要借记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呢 对呀 对呀 那么你欲交时 你就先借记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 但是这个欲交啊 我给大家啊 到期末时 你要把这欲交增值税 转到未交增值税的借方 这回你明白了吧 那个未交增值税是在期末用的 而欲交是在欲交的时候 你欲交那时候 你就先走欲交 欲交时再把它转到 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 那不同样说明 它是个欲交吗 来去看 这种欲交的时候 借记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 代记一行存款 看好啊 月末时 月末了吧 你看都月末了吧 其应该将欲交增值税的科目 明细科目由我转到未交增值税 这个怎么接转呢 我们是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代记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 把那欲交增值税就转到了 未交增值税来了 也就是说你欲交的时候 你是借房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 期末时 你把欲交转到未交中来 转的时候是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代记的是应交税费 欲交增值税 这说的是一般情况啊 那么还有特殊 什么是特殊呢 房地产开发企业 欲交了增值税之后 它不是在月末时 把那个欲交增值税 从借房给它转到 未交增值税借房的 什么时候转 应直至纳税义务发生时 才能从应交税费的 欲交增值税 转到应交税费的 未交增值税 欲交转未交 这是肯定必须的 一般企业月末转 房地产开发企业 等到纳税义务真正发生时 才要截转 我们来继续看 减免增值税的处理 这个减免增值税怎么办呢 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它不是说减少肖项啊 增加镜项啊 不是 是说你肖项比完镜项之后 你应交那树里边 有一部分减免 这时候我们是单设科目的 减免时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减免税款 然后呢 是代记 把减免这部分呢 走到了当期损益里的 其他收益 减免的税费款 我们走其他收益 好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增值税一般那是人 20年5月 预售房地产项目时 预售啊 以预交增值税 但是房地产项目的 预交增值税 不是说在期末时 转未交增值税 而是要等纳税又发生时 20年5月 预售房地产项目 收取的总价款 是1410万 该项目 他说是价款 就不含着税啊 该项目预计 21年的9月交房 那么房地产企业 交房的时候 纳税又再发生了 起按照5%的预征税率 在不动产所的地 预交了税款 好 我们继续看啊 那么预售房地产项目时 收了银行存款 1400亿 所以借银行存款 1400亿 代际合同负债 1400亿 这个 因为没有 履行纳税义务呢 没有履行义务 企业在核算时 没有履行义务之下 不确认收入 其实纳税义务也没有发生 所以这里边呢 也没有增值税问题的 由于他没有纳税义务发生 也没有把预缴的增值税 转未交增税借方的问题的 当然他预缴还是要预缴的 预缴的时候 那么借记 应交税费 预交增税 按照总收入的5% 交了70.5 代金项存款 70.5 这先预缴了 这个预缴增值税 他什么时候转应交税费 未交增税呢 不是在月末时 不是在年底时 而是在你纳税义务发生时 我们继续看 当月 当月你刚预售 所以说当月这事 肯定刚才这70.5的预交增税 肯定不会转的 那么当月要转 得转以前的那个 预交的 现在是不是有纳税义务发生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 当月该企业向购房者 交付其认购的 另一房地产项目 交房项目总价是2265万 其中肖像税额165 已预交了113.25 总之呢 这里总的应该交165 已经预交了 那么预交的话 就要从肖像税额中扣除了 对吧 可以说抵减了 购房者已于19年的7月份呢 预交了房款 并且预交了增值税 说明这113.25万 早就预交了 那么今天 也就是当月 你纳税义务已发生 交房就是纳税义务发生 纳税又发生时 你当初在19年7月份 预交的增值税啊 你可以在现在转到 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借方了 你会有一笔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113.25 代记的是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 113.25 先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由于你现在是 确认了收入 同时有消费税额 消费税额这么大 165万 但你消费税额里面 有113.25万 已经是在应交税费的 未交增值税的借房 表明已经是 预交过113.5了 那么此时就可以 再把这未交增值税 在你的消费税额中扣减 怎么扣减 咱们继续看 那么交房的时候 首先呢 借合同付贷 这2265是含着税的 那么不含税价是211 所以借合同付贷211 代主要收入211 你这一交房 以履行义务 你的主要收入 是可以确认的 另外呢 你原来的 纳税义务 没有发生的时候 是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额是165 现在要把这165 转到消费税额中来了 你们说我都有消费税额 165 是要交165吗 也不是 在你这165中 还要扣减 113.25怎么扣减呢 咱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费税额 代记的是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这样的话 你就会在消费税额 165中扣减了113.25 你说老师我不太明白 这是怎么冒出个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113.25呢 那是因为在19年7月 曾经有个借记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 113.25 那么现在你纳税义务一发生 我们就有一个代记应交税费 预交增值税 113.25 然后是借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113.25 现在你有了消费税额了 你就把借方那个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 和消费税额去抵减 你这么一抵减 未交增值税就没了 所以消费税额就从借方 减少了100预算2.25 这说明我们还有一个是从 预交变成未交 然后再从未交去抵减 这个消费税额的过程 只不过这里边呢 我要给你补出的话 你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房地产公司将不动产 交付给售买人的当天 是你的纳税行为发生的时间 在本体中企业已经将预交的增值税转入了未交 只不过呢 我们要单写一笔 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代记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 说明当初的预交没了 现在未交在借方 刚才扭一笔 代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那么这个未交也没了 所以你就在借方总出个消费税额 当你有个总的消费税额 现在你就出个借方消费税额 你的消费税额就被抵减了 最后抵减了多少呢 抵减了113.25 抵减之后的是你应交的消费税额 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下来各项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A选项 一般让人构建或用于免税项目的 说明你买来的时候这个进项税额 就知道将来是不能抵护 因为人是免税的 他免税他没消费 没消费你要是有进项你是没法抵的 所以你的进项 直接进入成本费用或者资产的成本 这是对的 因为人家是免税 所以你的进项税额呢 你就不能再单列了 你就寄到成本中去 对选项 小规模价值人将资产的产品分配给股东 视同销售货物这没毛病 计算交纳的增值税 进入销售成本 这是不对的 那么你分配给股东了 这里面就没有销售成本的问题了 所以他的说法是错的 来看C选项 一般大学人月中计算出当月应交或未交的增值税 应该呢转到应交税费 未交增值税的代方中去 这是对的 具体阶段是我们是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括号 转出未交增值税 代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这不再代方吗 选项 一般大学人核算使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交纳的增值税 在应交税费简易计税明细科目核算 这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CD 我们来看一下B选项的解释 说小规模商人将自产的产品分配给股东 适同销售啊 那个增值税呢 应该是记住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里边没有成本费用的问题 没有销售成本的问题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七个内容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 用于抵减增值税额的处理 也就是说企业购买的增值税税控系统 专用设备这原本是它的固定资产 这个技术维护费 这是固定产后续的维护支出 这两个内容 我们税法是怎么规定的呢 来一起看 按现行增值税制度的规定 企业初次购买的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 说通税了就是你买这个税控专用设备花的钱 就这费用 这个钱里面包括了价款和税金都在内 既然都在内 我们是要技术固定资产的 那么以及交纳的技术维护费 技术维护费是不技术资产成本的呀 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扣减 那就说允许你花的上述这两个钱在你应该交的增值税里抵减 按规定抵减增值税额 那么我们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小规模的我们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代替什么呢 代替的是管理费用 我们前面说减免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走的是其他收益 这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维护费 我们走的不是其他收益 走的是管理费用 一定要去分开 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21年1月1日 甲公司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取得了增值税中央发表上著名的价款是300万 增值税税额是39万 这一共是花了339万 甲公司将购买的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 当年甲公司寄提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折旧是80万 那么发生的技术维护费是50万 这折旧费 你就直接走管理费用就成 借记管理费用带记累计折旧 而你的维护费呢 你也可以先走 先走管理费用 再把它转出来 我们再看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上述交易或事项快捷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首先呢 339是固定资产 80万的折旧 50万的费用 那么下述的处理哪些是正确的呢 来一起看啊 A选项 购买增值税 税控设备支付的增值税39万 记住当期管理费用 它是先寄固定资产 然后再去抵减 这个税金的时候 我们走管理费用 这是直接记住当期管理费用是不对的 发生的50万元技术维护费 记住当期管理费用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购买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价款 及增值税339万元 先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这没问题 记提了80万元折旧 记住当期管理费用 没问题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BCD 三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分落 买设备的时候 价税合计固定资产是339万 贷银行存款339 然后呢 用那339万的金额去抵减增值税 怎么去抵减呢 是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339 贷记管理费用是339 这里边你会发现 固定资产是按照含税价入账的 这个固定资产一直存在 这固定资产的金额就有 那么你的增值税要交的那个金额呢 就按照这个339去抵减它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减免税款 是让你将来交增值税使你少交 但是代记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减免税款的时候 是代记其他收益 这里代记的是管理费用 是把这个价税339都代记了管理费用 不仅如此啊 我们提折旧时是借记管理费用 代记了一折旧 这没有什么说的 发生技术费用的时候 维护费用的时候 花钱时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 这是花钱了 等到将来你花的这个钱 也是可以减免增值税的 我们是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减免税额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减免税额 咱代记的是管理费用 也代记管理费用 借记减免税额 代记的也是管理费用 事实上 我们就是说 别管是固定资产含税价 还是你将来发生的维护费 我们在减免增值税时 分路都是一样的 都是借记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 代记的都是管理费用 这是一样的 至于说你花钱时 你是先进入固定资产的 你还是先进入固定资产的 无所谓 花钱时进入固定资产时 339都借记固定资产 花钱时走管理费用的 都借记管理费用 这是你快选该走的 但是你在减免税款时 一定是按照你的含税价 和你发生的维护费的金额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代记的是管理费用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购买专用设备 实际的金额是 339万是进入固定资产的 增值税并没有直接 进入管理费用 增值税是进入固定资产的 所以A是不正确的 那么选项C 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折旧及技术维会 我们都记住了管理费用 所以BD也是都没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关于增值税 在报表中的劣势问题 作为应交税费下的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 代抵扣金额税额 代认证金额税额 增值税的留底税额等 这些明细科目期末的 如果是借房余额的话 应根据情况 在资产费表的 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 非流动资产项目中劣势 别管是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都是资产 那么有人要问 说我们这个增值税的 这些项目的借房余额 为什么把它走到资产里去呢 因为你是进项税 你是借房余额 你会抵减肖项 你会让将来少交税 将来少交税的本质 就如同在未来有经济率的流入 所以它是资产 它是什么资产 如果你让未来在一年之内 有流入 那是流动资产 超过一年 那是非流动资产 那么我们这些项目的借房余额 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 到底是一年之内 还是超过一年 如果是一年之内的借房余额 就把它在资产分构中 列视为其他流动资产 如果是一年以上的呢 就是其他非流动资产 这里边我们是用资产的本质 来解释这个问题 资产的本质 就是经济率的流入 你的借方 这个进向税额的借方 那是少交税 少交税 如同流入 所以是资产 再看 应交税费 代转消向税额 代转消向税额 它会出现代放余额的 根据它的代放余额的情况 在资产分构表中 列视为其他流动负债 或者是其他非流动负债 一年内流出流动负债 一年以上流出非流动负债 我们继续看 应交税费下的未交增税 还有简易计税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代扣代缴增税等科目的期末代放余额 应在资产分构表的应交税费项链式 这是真正的负债 这是代放余额要在这里也是 要在这里也是 有人可能表示不解 说应交税费未交增税的代放余额 那不是等于是欠税吗 欠税为什么是放在应交税费这了 对了 因为只有欠税对起来讲 这不才是你应交的税费吗 这不就对了吗 好 我们来继续看啊 接下来是应交税费中的 消费税和其他应交税费 我们先来看一下消费税 作为消费税呢 从他的合算来看 如果是产品销售的时候 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 比如说你销售的是应交消费税的消费品的话 收到钱时借银行存款 代计的是主营有收入 应交税费增税销项税额 借计税金及附加 代计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那么如果你是适同销售 比如说把你的应税消费品用于了赛建工程 那么用于赛建工程是我们是借记赛建工程 代计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啊 如果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呢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这个业务呢 我们前面讲存货是给大家介绍过 关键看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之后的下文如何 也就是说收回来以后将来干什么 如果你把今天由对方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来之后 将来直接对外出售 什么叫直接对外出售呢 出售的金额不超过对方的寄税价格 等于是低于或等于寄税价格的时候 那么直接出售了 所以说由对方代售代交的消费税 我们是可以寄到你的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中去的 如果不是直接用于出售 而是用于生产了 并且生产的是应税消费品的话 表明将来你在出售 将来你生产的应税消费品 是有增税的消费税的代方的 那么你此时支付的这个消费税 是可以在借方单列出来 在借方单列是为了让将来 你在销售你的消费品的时候 它可以借贷相抵差额的 算出差额之后再去交消费税 这里的销售和生产都分两种情况 销售分为你是直接销售还是非直接销售 我们这里的直接销售是 不高于售托方的组成继税价格的 那么此时你将来是不用交税的 所以我们就把由售托方代售代缴的消费税 在借方走到委托加工物资成本中去 如果你销售时不是直接销售 而是销售价格高于了售托方的继税价格的 你将来还要交税 你将来要交税的话 今天由售托方代售代缴的消费税 要在借方单独的劣势出来 这说的是销售 如果是生产的 生产的是应税消费品的话 将来有消费税 你今天由售托方代售代缴的消费税 我们在借方要单独劣势出来 和将来的消费税要去抵 如果你今天生产的不是应税消费品 虽然用于生产不是应税消费品的话 你今天由售托方代售代缴的消费税 我们直接进入了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生产和销售分成了四种情形 这四种情形我们要把它区分开 那么接下来就是资源税 作为资源税 比如说你消费产品需要交资源税的时候 我们借记的是税金基附加 代记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资源税 作为土地增值税 比如说你是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土地增值税 预交的时候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土地增值税 那么补交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退回时做相反处理 借阳存款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土地增值税 转让到国有土地省权 地上建筑物及付照物 一并在固定资源 或在建工程核算的 你交纳的土地增值税呢 也在固定资源清理或在建工程核算 借记在建工程 代记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土地增值税 当然我们说的是你房地产业务 如果你是兼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那我们就直接呢 把你应该交的土地增值税啊 我们记住了税金基附加就可以了 这些细节呢 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我们继续看 除此之外的 还有一些税金是比较特殊的 像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 印花税 原来是要走管理费用的 现在不走管理费用 不走管理费用 走哪 他们都走税金基附加 都走税金基附加 另外 印花税 耕地 债用税 汽税和车辆购置税 也不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了 这里边的税金基附加 目前核算哪些内容呢 税金基附加核算了 像消费税 刚才说的资源税 还有承建税 交易费附加 以及上面所说的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辆税 印花税等 这些都把它放在税金基附加里 来进行核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多件题 下列各项中 相关税费应寄入税金基附加的有 A 企业销售应税消费品应交的消费税 税金基附加 B 企业销售应税产品的应缴纳的资源税 税金基附加 兼营 没说主营啊 兼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负担的土地增值税 税金基附加 企业交纳的承建税 税金基附加 所以四个选项 都是应当记入税金基附加的 本期的正确选项为ABCD